我在一生當中 在早期31年的警察歲月 尤其在剛畢業前大概20幾年 都是在打仗 都是在槍林彈林當中過生活 我記得我畢業 就負責台北市的重大犯罪案件 後來又擔任除暴組長 專門掃蕩幫派個黑社會 那時候每天大概早上出去 搞不好一兩天才回來 甚至有時候長達一個禮拜 就是要跟肩埋伏守候 逮捕重大要犯 每天都是高壓力 生命就在那種打戰過程當中 不知道這個戰能不能打贏 其實歷經了很多年 各位看到剛剛陳欣欣那一幕 其實是我18年的工作 經驗上的一個累積 那是你擔任警察工作18年後 發生的事 其實在18年之前 我走過沒有防彈衣的歲月 走過後來有防彈衣 我們當刑警也不可以穿防彈衣 因為要偽裝 所以基本上也沒有 所以也沒有穿防彈衣 我記得陳欣欣那一幕 是因為我站在第一線 跟陳欣欣談判 我一到現場的時候 其實槍戰已經打起來了 我到了現場 問了派手主管 主管就跟我說 他都還沒有進去 我說李北是不是陳欣欣 他說他也不知道 我說李北有沒有電話 結果他就拿了一個電話給我 我就直接打進去 我直接第一句話就問他 阿靖 你在幹什麼 用台語說的 你跟他之前就已經認識了是不是 不認識 雖然有時候電視新聞的報導都不對 他不認識我 你也不認識他 我也不認識他 你知道他叫阿靖 我知道他叫阿靖 他知道我叫侯友宜 所以這個郭東強調很簡單 因為我在黑道掃蕩幫派 太多年了 黑道不認識我 但是知道我這個人的名字 所以我打電話的時候 他就很自然 問我是誰 我當然不能用這種 官職的名稱跟人家交朋友 要跟人家說的事 一定要跟人站在立場地上 所以我第一通電話就打說 我在老大 好有餘 我好盪 我這樣聽他就知道 老大你來了 所以我從那個時候開始建立一個 彼此之間的一個平行的溝通橋樑 然後我要震他立場講 他給我抱怨了很多事 後來他抱怨了很多 我說我替你解決 本來這個問題是 是極快解決的 後來是因為我們同仁 在整個部隊來的時候太多了 造成他疑心疑鬼 就又引發第二波槍戰 裡面的人中胸 所以我站在第一線的時候 我也沒辦法請次長官 我也不能叫我的部署進去 所以我就進去營救人質 進去的時候 他看到我 一支槍放著 一支手槍放著 一槍都抵著我的頭 然後搜我身體 他因為叫我不能帶槍進去 沒想到我帶了一個大疙瘩 他以為我帶一把手槍 他手很緊張 手槍就要射擊了 我說要大疙瘩 後來他就沒話講 所以後來我一直覺得說 當時我本來要帶槍進去 他叫我不能帶槍 我守著信用 我的同仁欠我說你還是要帶槍 但是我真的人守信用 你覺得誠信是最重要的 不管是你跟誰在做一個 對方的鬥 所以那一槍槍在因為 剛好有SNG車 所以才透過媒體報導出來 其實我18年前所打的仗 因為沒有SNG車 所以電視也不會報導 比那種還驚險的歲月 我都過了 我經常跟歹徒競技力搏鬥的時候 手槍搶來搶去 有時候他槍口也對著我的頭 兩個在拚命的時間很多 這些因為沒有SNG車的報導 所以我的家人都不知道 不過講到這裡 我想要問一下侯二哥 這個SNG在報導南非五官的 這個現場的時候 侯友宜自己進去談判 你在看電視嗎 是的 你看電視的時候 應該比我們所有人 都緊張100倍了 緊張是難免 不過他的職責所在 他就是應該去做 這是我們家人 在他當警察開始的話 我們就知道了解的 所以你不會覺得非常的擔心 怎麼辦怎麼辦 會不會出什麼事 當然是會擔心 我想這是自己的弟弟 當然是一定擔心 但是他的職位在哪裡 他該做的還是做 同樣的道理 可是看了他這麼經歷 這麼危險的一個場景 家人當中不會有人勸他說 那你不要再做這麼危險的工作了 特別是他的太太 我想身為一個這樣子危險工作的人 的太太 一定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心情 我想那一天侯太太一定也在看SNG 就SNG把你的工作的危險 完全暴露在大家的眼前了 現在已經講錯了 我太太那一天 平常他都有過例的作息 他把小孩子安頓好 作息好以後就去睡覺了 隔天早上去買菜 買菜回到家裡的時候 碰到管理員 管理員就罵他 你們公子在拼小名 你還有時間去買菜 我公子 你捏人拼小名 常常在捏人 每天都在抓人 還有什麼拼小名的事 因為他對我18年前裡面 所做的抓人的過程 他完全不是那麼了解說 抓人是要拚命 因為我回去不跟他講這些事 你回家不跟太太分享這些 我從來不告訴他我辦什麼案子 也不告訴他抓人的危險性 因為有時候我還把槍 經常帶回去放在枕頭旁邊 因為那時候槍是可以自己保管 晚上有擒弧槍 我再帶就走了 他知道我去抓人 但是他沒有看過抓人那一幕 所以他聽那個管理員罵他一幕 他覺得很奇怪 他就回家打開電視重播 一看到好了慘了 他本來都不知道我在做這些事 那一天晚上我回家 他就把我叫進房間 門關起來 非常的嚴肅 就問我一句話 你是不是以前都這樣拚命 我都沒有講話 你昨天我看到 你去拚丹靖那個時候 你有沒有想到 我就想到他 還有三個小孩 你的小孩很小 最大的國中一年級 你最小的剛出生只有八個月 你有想到我怎麼沒我兒子 你到底有想到沒有想到 那時候我知道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你到底有想到沒有想到 我跟他講實在話 那時候我這個下定結局 我要跟他講實話 因為18年來我沒有跟他講過實話 那種實話是拚命的實話 我跟他說我如果想到淚 我不會在那裡 他聽了這句話以後 他就沒有講話 然後就站起來 一個人就走到客廳裡面 就靜靜坐在那裡 我也不想去安慰他 因為這個安慰是沒有用的 因為當一個警戒的家屬 就是必須要承擔 這樣一個高風險的一個職業 這是他的宿命 我去安慰 其實一技無補 每個警戒都要協會自己 獨立跟堅強去面對 因為我看過 我的同仁當場被打死 然後隔幾天 我去弄了一個中華民國的國籍 給他蓋關以後 送給他太太 小孩子跪在旁邊哭 我都看過那個場景 所以我覺得 這就是我們的命運 我們必須要把自己的生死 奉獻給我所愛的國家 我太太必須要去認識這一點 要承受這一點 所以我就都不跟他講這 不要跟他講這件事 所以這麼多年來 我從他嫁給我 那時候我在出爆竹 負責打擊所有的黑道幫派 尤其說是最首腦的 都是我在做 那黑道幫派那種是一個集團性的暴行 非常非常強 我就一直跟他說 老婆我要拜託你一件事 太太 我要拜託你 小孩子 家裡的聯絡簿 不要寫我的名字 不要告訴小孩 在行銷裡面說他爸爸叫侯友宜 我們家從來不反應任何人到我家 我不想讓我家的地點曝光 因為我必須要保護我小孩 因為你周旋的對象 可能都是會對家人有傷害的 而且這些都是死刑犯 無期徒刑的重刑犯 我每天面臨的就是抓這些人 所以我個人受到傷害沒有關係 我必須要善盡一個 男人保護家庭的責任 我太太完全懂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低調的一個人 他為了照顧小孩子 把我們的小孩子照顧得非常的好 我三個小孩子都很不錯 都很乖 而且很認真 很努力 這當中他也嫁給我36年了 這36年我經過14個職位 尤其後面很多職位 都是非常重要職位 有的當局長 當署長 當校長 這些重要職位的交接典禮 比當先生奮鬥了一輩子 從一個最激情的刑警 當到一個最高職務的時候 在交接典禮的時候 太太百分之百都會出席 享受先生榮耀的那種 給他帶來的一個尊重 但是他仍然沒有出席過 他從來沒有出席過 任何新官上任的交接 完全沒有 而且他很少在公開場口落面 吃得不得已 吃得有一次我在警大當校長 我回去當學校校長的時候 我拜託哪一件事 他說你看我回到學校 這些小朋友 這些學生 就像當年我準兒子一樣的年紀 我們辦一場 警大從來沒有辦過的舞會 你來陪我跳一跳舞 為了他讓他的學生 等於他的小孩子 大家有一個開心的舞會他來了 所以他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 除此之外他幾乎沒有露面 所以選戰達到這樣一個默契 所以這段期間 你的對手不斷的要求 你的太太要站出來助選這件事情 是不是也給他很大的壓力 其實我倒覺得還好 因為他永遠在後面守著我 支撐我 給我最大的資源跟力量 選戰有人打目前 有人打幕後 我太太永遠是那個幕後 幫助我最多的人 別人要我做什麼 事實上是別人的意見 我自己很清楚 我們家庭是非常團結 他非常的恩愛的 所以我太太在後面 給我最大一個支撐的力量 我相信有一天他還是會出來 當他選擇出來的時候 我一定是尊重他的意見 他覺得該出來的時候 他一定會出來 我一直覺得說 在新北市市長的就任典禮上 我們可不可以公開的希望 侯太太就會出席 我先把這兩仗打贏吧 因為這兩仗對我來講 他在這段時間受盡了委屈跟污衊 他完全沒有講過一句話 他只是告訴我 不是事實的東西 不是事實的東西 我們不要怕人家講 我們還是要用著 包容跟理解的精神來看待對方 所以我這次打選戰 我個人所有的工作裡面 挑了幾件次轉會的事情以外 我個人的工作 沒有一個人批評過我任何事情 我兩家的財產 大家急進沒黑的能事 我太太也沒有說過一句話 他只是告訴我 我們台灣要團結 一定要理解跟包容 選舉別人可以對我們這個樣子 我們不可以 尤其那是你老長官 你更不可以 你只有用台灣那種樸實 暴揚的心 去看待這場選舉 別人怎麼樣攻擊謾罵 你絕對不可以學 也絕對不能用 不要因為選舉學壞了 而且你個人也不是這樣一個風格 你的中夥人 說話比較含慢 你就一直在那邊說 實在那邊說 我們不要跟人批評 我們不好這樣 所以其實我也是走這一條路 我以前也就是這樣一個 你也是聽老婆的話 我不是聽老婆的話 我以前各些也是這樣子 老婆只是再三提醒說 你不要因為人家抹黑攻擊你 或是傷害了我 你就跳出來 然後為了我 然後講話就不得體 不要 你還是要理解跟包容 所以這一次 他沒有把你叫到房間門關起來 然後就罵你 你沒事幹嘛出來選舉 害我忍這麼多麻煩 好 講到這一點 我真的很感謝他 當他被攻擊的體股完乎的時候 我以為我回家他一定罵我一頓 因為他是反對我選舉的 因為他就跟我說 叫你不要他算 你又要他算 其實不是我要不要選的問題 因為要不要選之前 我有跟他溝通過 我為什麼要選舉 我有我的價值 我跟他講過 我的價值就是要當年我在拚命 為我們國家在拚命 那樣一個價值 我希望我們能夠台灣團結 然後能夠大家能夠同心協力 讓台灣會更好 在我人生有幸的歲月 我奉獻給我所愛的國家 那時候我是跟他說 所以說服了他 所以當我出來的時候 遭受這些無情的對他的攻擊 他也會笑 所以說我回來的時候 他沒有苛責過我這一句話說 當時叫你不要選你又要選 沒有 他都沒有說過 他只是跟我說 你一定要好好選 要選贏 我們要選贏 我們才有那個價值 那個價值是用說 我們用過於善用的心情 對付人的母親 我們才有這個價值 現在說你一個人 一報一報 我就對一個基杉的 做得輸定 還要做一個直選的民選的所長 這個民選的所長 你還要做 還要做比人更好 我們要怎麼看你 不是你選到這個市長 還要做比人更好 讓我們的市長 可以說服有的資料不錯 你選這個才有價值 所以他就跟我說 你的價值 要跟他選 大家選這兩個價值 你好好做 所以其實他把我鼓勵很多 他沒有也能夠半句話 所以這就我對他覺得 很貴欠的事情 所以有人說 你一輩子欠水欠水 就欠貌了 欠多少錢就沒辦法了 當時就這樣鼓勵 都說正向你怎麼叫我們走 我希望我一樓人生 以前就這樣走 一樓也是要這樣走 下次見 覺得多同事 各位 可解 早安 寶寶峰 Que hur 神